今天是小年啊,咱们银胎这个提示啊,依然是非常红火啊,这来感激的人非常多,这是卖大苹果的啊,苹果是十元三斤啊,四元一斤啊,四点五元一斤啊,呃,不等啊。 这刚捞上来的什么大鱼啊,这是什么鱼啊,老板,啥鱼都有,多少钱一斤啊,草鱼,多少钱一斤是大鱼,十三一斤啊,哦,真是不简单,这么大的鱼能捞上来,哈哈哈哈,你看看啊,小豆包,红小豆馅,哎,这个葡萄不错, 葡萄多钱一斤啊,买点,十五两斤,十五两斤啊,七块钱一斤,七块五一斤,买冻肉的,冻鸡肉,看咱蔬菜现在啊,今天的温度是最高温度才是一度啊,正一度,最低温度是负四度啊,负七度啊,三,过小年了,也买点韭菜吧, 韭菜多钱一斤啊,韭菜,三块五,哦,三块三块五啊,好嘞 现在的辣椒也挺贵的了,这个辣椒,这么好的辣椒,八块钱一斤啊,这个是七块钱一斤 今年这个瓜子价格长得比较高一些啊,像十五啊,十六啊一斤啊, 还有十四十二的啊,看看这边,这边应该都是卖海鲜的了啊,卖猪肉的 大姐,你这牡蛎东西已经啊,剥好了?十二啊,那十二真不算贵啊,剥好的十二已经不贵了 卖的还好吗?好,这牡蛎够大的,可以啊,可以啊 这边应该是卖海鲜的摊啊,在咱们第一园的前面这块啊 这大鱼带,这这带鱼大,不是这大鱼带啊,金瓶,薄皮,黄金牡蛎,原产地发货啊 不是,摊不是太多了,支付宝道账二十元,收款九十一元 这虾挺大的,这多钱一斤啊,老板?二十五 二十五一斤啊,哦,这什么虾这叫? 这个海鲜,哦,这个主持主讲的,挺好,挺好,哈哈 大鱼,贝类的,十六,十六 这里我又遇见这位小伙子了啊,哎哟,你这个,这个牡蛎是,牡蛎都是牡蛎王啊 那个可以进那个博物馆了,我知道那个牡蛎博物馆建的也不够这么大嘛 这个最大多少钱一斤啊?八块一斤啊,哦,你这么剥呀,都剥开了呀 太肥了,这些牡蛎,这哪见过,都是牡蛎王啊,牡蛎王级别的,你便宜的是多少钱啊? 十块钱三斤,是哪种啊? 这个小的,哦,这个十块钱三斤,其实我觉得小的还好吃,哈哈 生意好吧,听说你这个白天卖牡蛎,晚上跳舞跳的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网上网友都评价你说跳舞跳的可好了,先忙着 什么啊?哎呀,这是卖这个叫乌贼鱼 本地带鱼,甲衣,赔白,赔白 现在主要是牡蛎啊,咱们主山牡蛎,就是干货 这个鲍鱼怎么卖啊? 一百块钱一斤,一斤有70个呢,那海参呢多少钱? 海参要哪个?就像这种的? 哪个那个6块,6块钱一个? 嗯,要多的话5块,哦,这些呢? 这个8块那个10块,哦,这我就了解这个价格了啊 想买的话可以找你们嘛,是吧? 这冻虾呢多少钱一斤啊老板? 30,30一斤啊,哦,这种大鲍鱼,真是,真是太大了啊,应该是鲍鱼吧? 这个海鲜摊啊,感觉是没有往昔啊,那么热闹啊,也有卖这个螃蟹的,还卖海红的,老板海红怎么卖啊? 10元4斤,哦,10元4斤啊,就海红便宜,海货的就海红便宜,生意怎么样今年卖的? 这个虾也便宜,虾多少钱? 这个15,哦,15一斤啊,也是呢,这个呢? 这个25,25也不贵啊,这是一种虫子吧? 对,叫什么虫子这叫? 我们叫残影,残影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10块,10块钱一斤啊,这叫什么笔馆? 你们东北叫海兔,海兔?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谢谢你啊,这也是最新鲜的,从这个海底捞出来啊,这种牡蛎,这牡蛎应该便宜点吧? 咱们捞来都便宜吧 我就说它没有清洗啊,肯定便宜啊 没有清洗,不清洗是这样的嘛,洗了洗就洗了,洗了洗了 洗过是吧,多少钱一斤啊? 3块5的 3块5一斤啊,10块钱三斤 哦,看这边还有卖那个什么的,卖扇贝的啊 呃,10元4斤的啊,这个10元4斤,这个10元2斤啊 刚从海上来的呀 刚从海上来的呀 咱们也不吃海鲜,咱就去看看吧啊 这个地方位置啊,就是第一元小区啊,它的南面 这一块啊,专门是卖海鲜的 呃,这边还是现买现沙啊 我去尝尝你买的汤味 我就是用鲜沙 现买现沙 啊,这个芹菜是3块啊,土豆是1块5啊,咱不行买点土豆吧啊 啊,看这沙汤局啊,正宗广西沙汤局,5元1斤啊,特甜 我家上次买的还没吃完呢 啊,这边有一个叫做香芋烧烤炸串,铁板 用的小车做生意也挺好的呀 这边都是啊,卖这种烘托节日气氛的,小灯笼啊,中国节啊,对联啊,瓷器 哎呦,这种肠子啊,真够大 香肠,大香肠 哎呦,手干啥呀 十元六个,十六个,坏的,十元六个鸭蛋 这边啊,卖水果的 这个酥肉摊生意是蛮好 哎呦,这边有一个牛头啊,卖牛肉呢 照记,牛肉,牛肉多钱一斤老板 哦,三十五啊,三十五啊,三十五不算贵啊,我牛买三十八的 哦,至于羊肉,羊肉多钱一斤啊 羊肉三十八啊,咱也买的牛肉多少钱 一百零五啊,一百零五,一百零五几斤啊 三十多一点啊,好嘞 这个买的东西太太多了啊 这个一个手拎着都拎不动了 这个手也就没法操作这个手机了啊 就不拍了啊,反正是 这个节日期间吧,啊,市场还是比较繁荣的啊 大家以前的毛皮丝和的爱人都在这里有缘子啊 我别看见了啊 这条也有缘子xa